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102集 现在是2022年6月20日的下午6点40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目前欧洲三大股市是涨的 道琼棋子跟NASDA棋子也是涨的 希望今天是个好的开始 不过今天晚上美股没有开盘 因为今天是美国的六月节 国家独立日 所以股市休息一天 有人问我都是怎么去看那些财经新务 或者国际大事 其实很简单 各大新闻媒体都有国际版跟财经版 你只要点进去浏览一下就好 像我习惯会看苹果的即使新闻 里面的娱乐版或者社会版政治版 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看 首先我会先看财经地产版 看有没有重要的新闻 它的头版跑出来了 就是台积电跌3元 收498元 然后拉下来 一大堆看哪些新闻你有兴趣 就可以点进去看 像上面这一则新闻我就有点兴趣 比特币又跌破2万美元 中国首富一页返平 身家剩一成 我觉得买比特币又是投机 就是在赌博 我是不会去碰这种商品的 然后我会再点国际新闻 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 然后下面一大堆新闻 你可以快速浏览一下 看哪一则新闻你有兴趣 可以快速的看 像我就要特别注意到这则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叶铺说 美国经济将放缓 衰退非不可避免 叶铺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他讲的话是很有共量的 他的意思应该是在表达 美国的经济没有那么悲观 不一定会走向衰退 看这些及时新闻 真的不会花你多少时间 看这些讯息的好处 就是可以让你随时与国际接轨 比你去看那些投资理财的书好太多了 你每天看一点 吸收一点 你每天就能成长一点 进步一点 久了你就变成投资理财专家了 就可以不用听那些唬烂大师在唬烂了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